至于你问的关于我个人的问题 我有自信 有定力 睡得还不错 只是因为工作缓慢 经常睡不够 我想 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记 要让包括 您所提到的这位人士在内的 台湾的军人 台湾各界同胞 睡得踏实 高枕无忧 不妨重温一下 2008年到2016年 两岸和平发展时期的 荣光和盛景 那么从中找寻答案 答案就在台湾 大家努力去寻找 一定能够给自己找出一条 高枕无忧 睡得踏实的绝境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